Lets Unbox! 我是刀� 我是阿 我是包 今天要爆箱的載 SXF Ultraman Z Original 我心目中這隻才是真正的Z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雖然官方經常推崇Alpha H 但我自己是喜歡這個型 我心目中這隻才是真正的Z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雖然官方經常推崇Alpha H 但我自己是喜歡這個型 我明白的 應該這個才是Z的本體 但平時推到好像Alpha H的本體一樣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搞亂 這個才是 因為這個是沒有用任何力量 自己本體 還有我覺得他的樣子是比較特別的 不知為什麼 輪廓 你好像怪怪的 像外星人一樣 但又有多有型 還有加上他的性格 感覺上這個好像不良少年的飛機頭 飛仔 有一點光頭仔 對 就是我一次的那些翻掌 造型那些有些過癮的 所以最後結局 其實田口導演都用回這個形式來打對中戰 現在開了嗎? 開了 完成了 看起來非常漂亮 好 看一看前面 側面 和後面 比較簡約一點 上次Alpha H都是比較重裝甲的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的優勝之處 就是有簡約味 對 還有那個人的身形 很漂亮 身形 也有一個表現是不錯的 真的很有人的感覺 不是玩具 因為Zetta 其實看回到氣服 他的胸口是很厚的 所以SHF這個也能做到 也是很厚的 是呀 近代鹹蛋的胸肌 的波都是很大的 很厚的胸肌 有那種層次感 他的樣子 嘩 眼睛很漂亮 眼睛很漂亮 眼睛很清晰 雲理泳會 好 然後頭 我回想起那個 Settor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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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就是放一些 Metal的位置 金曼Settorizer 是挺正的 還有他的鞋頭 很過運 紅色鞋頭 我常常看上去 好像穿一雙紅色的布鞋 這樣看上去 好 肩膀 嘩 嘩 自動彈出裝置 肩膀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都是一個 平時 X7用開的會自己退 所以頂不了 但是胸甲為什麼會可以 這個肩膀和這個肩膀 不過是影響不大 你推對的位置都可以 是的 是的 這樣 如果你按一按 完全沒有問題 影響不大 肩膀可動 手 相關節的 一樣可以夾到90度 夠了 因為現在 現在有時候 它們的SHR 漆漆地線 有些去到60-70度 這樣 是的 燒溫有幾隻都試過這樣 拉打我就真的少玩了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要試一試 這個是正常的發揮 腰呢 腰那裡大家要很小心 玩這個Ultra 盲 這些有時候很容易戒花 對 大家玩的時候 記得看著這個位置來動 不要拖 所以剛才看到我動之前 我是拉後了一點 然後才轉 對 因為它的銀色是極易花 這個是 玩鹹超一個小心 其實銀色在所有玩具上 都是易花的 很老實說 腰反而下一節不是那麼扭得 當然是腳 又是那句 你玩的時候 雖然這個它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拉出色關節 但是 大家習慣玩鹹超的時候 都拉一點點 先好屈它 如果不然這個又是花硬 死掉了 這次看到很多了 因為Alpha H這個位置 這件夾子 簡直是起了角 然後舉不到腳 那些可能它要用拉出色 對 這隻就好一點 相對 平滑一點 你不用拉出色 有不用的好處 就是這個位置 摺到 不是摺到 它沒有那麼外眼有個球 它現在遮蓋了整個 也是 入面和入面都好像避到 大家記住 輕輕力地屈 如果不然就很容易翻 我覺得這個方法 沒事的 當然腳 也可以摺到這樣 正常 不發揮 所以 造型靈 可動又發揮正常的操作 不是好像迪家那些 所以 所以 提起這些東西 因為我經常說正常正常 我們試過不正常 所以造型靈 加上發揮它應有水準 這隻是很高水準的 因為我覺得ZEDA 如果我自己喜歡ZEDA 我覺得ZEDA主要重視上 是新型的方面 因為它沒有什麼規格 如果你基本上 新型靈的東西都應該靈 沒有錯 所以都收貨了 正 具體方面 都看看 ZEDA的深厚燈 這個基本 這次 就多了一個死光效果 之前那幾隻主角都好像沒有 好 那這次ZEDA上面有一點 是否需要小心機 因為看看 剛剛開訂的DELTA CROSS DELTA RISE CROSS DELTA RISE CROSS 也有ALPHA H的配件 是 對 它真的很重視ALPHA H的 我發覺 不知為什麼 手型上 我覺得 是不是好像這麼多 因為它 首先第一個 就是可以看 它可以玩 廣播劇上升 廣播劇 所以多了一隻手指頭 還有就是可以重演 Gossoakurashi 這個畫面 所以就會比較多手 比較多手 好 那我們先玩 Gossoakurashi 先吧 我們這樣先 Gossoakur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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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因為器服上 肩膀不會跟著手臂轉 但玩具設計上 沒有辦法 它的價位是在手臂上 所以變成你轉的手同時 手臂也會去後 不是 肩膀也會去後 難怪 有些好像怪怪的樣子 沒有辦法 沒所謂 都不要緊 很漂亮 雞女挑骨頭 但真的超漂亮 為何這麼老包 蛇仔 說這些 為何這麼老包 對 這麼老包 蛇仔 說這些 好來 你做老包 自己做老包 你一隻公仔 老包 你又遲多 蛇仔 找這些 CUT 很有老包的感覺 很棒 完全能表達到情緒 和畫面 這個動作 一副很扭打的樣子 跟老包一樣 想不到多隻手指頭 整件事 完全不同了 對 加上老包又找了Zero 現在可以重現 這麼搞笑的情況 還有 這隻Zero 真的漂亮 做完姿勢 看上去 衣服都很一體式 整件事很人 不會因為關節 一折折 所以很漂亮 對 阿刀 阿刀 找回 A出來 一起站 看看什麼 我感覺上 我明白你那個 剛才你說什麼 這個 看上去 是 傻仔 低能仔 這個比較 跳皮 還有 表達到 做得很像 對 還有 剛才 鴨也說過 它這個 那些 關節的顏色 可能同色化 做得很好 對 所以你不是很見到 關節的位置 切薄的位置 你看看Alpha Age 就很多一折折 就像是機械人 都是很公仔 對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些真骨感覺 真骨也是為了做這件事 對 很適合 好 那我現在先試一下 那些部分 首先 SETTO 可以換一個 紅色低能低能低能的燈 但是透光程度來說 我覺得藍色好像漂亮一點 紅色偏雅色 好像 然後換上Alpha Age 嘩 阿刀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剛才我換的時候 是怎樣 我看到它這個死光位 它特意穿了個孔 讓你穿這隻手蓋 變了一個承托力 就不會均一邊的手 哦 而且以前 如果你要擺死光 那很多時候你的手要托到下面 是 有些超能可能 直手是偏向在前面的 是 這個不錯 整件事都放在手上 是啊 平時你玩死光 effect 很多時候會 腳軟的 是 軟腳下 現在完全是好停的 是 嘩這個死光瘋了 是不用射穿人的 只要這東西撞下去都撞死人 好像打死人 對 不過好像透光程度 又可以差一點 感覺上 對 沒有以前的激光感那麼強 但是它的造型 真的 因為以前那些死光 通常是一柄 或者是一條條直線 是 它又有閃電 然後頭就十字形 這樣 這個造型上面是 好 小心 剛剛想說 這個東西因為有閃電 然後頭又大 造型上面很漂亮 但是也引致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會太重 對 還有應該這麼說 它造型上還原 但是它色澤上沒有下功夫 變成浪費了那個造型 對 那就靠你後期再加工 不過沒有啊 你這些不夠透明的都很難的 最多都是加深 龍威來的 我換人優 對 今天的爆箱指數 這麼少的 我以為你會給9.5 也沒有的 那它始終 它 以SHF來講 我覺得是 做到超班碎進的 加上Jetta本身神作 不用說 這些都拿了分 是啊 不過你說 它又未至於 驚喜到到這麼高分的玩具 就是正常輸出再高一點 那接下來下一套 Ultraman SHF 其實都放了出來一段時間 其實距離派過 都不是差很久 就是Trigger 都應該很快會有的 但是Trigger 那一套作品 暫時就 遲些才會 smile smile 到時候玩一下SHF 是 那Jetta 就繼續期待 它接下來的形態發揮 是 Delta Rise Cores Gamma Future 都很漂亮 現在搶一隻Beta Smash Jack 我最想要的東西 竟然還沒有 我想不會斷尾吧 應該不會 好了 那今天到此為止 下集再見 YEAH 謝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記住 買到變窮鬼 最怕你不看 我們是 爆雙兄弟 BYE BYE BYE